中情局为了参与西藏叛乱 从康巴叛乱分子中挑选了六名藏人 秘密地用飞机从拉萨运到太平洋岛屿塞班岛 李唐阿塔诺布是秘密无线电通讯小组的唯一幸存者 阿塔诺布是秘密地用飞机能够寄 Robin 阿塔诺布是秘密地用飞机的 voilà 壳大型了 善励和秘密地用飞机能够用 我试试密地用飞机器 经过五个月训练后 诺布及其一伙就带着无线电通讯设备 被空投在拉萨附近 成了首批从美国潜入西藏的叛乱分子 他们的生存 他们跟叛乱武装接触 和向中央情报局汇报的能力 将决定美国介入西藏的下一步行动 1958年底 中心局决定训练更多的藏人 为此在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 成立秘密训练基地 这整个地方是Camp Pail 这整个地方是这里 直到河岸 这是我们的区域人 我们认为在Camp Pail 在Camp Pail有点准备 在Camp Pail and of cour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ining we would make overnight trips up into the mountains to teach them hit-and-run type tactics guerrilla type tactics if you will